这个是我们用蚯蚓粪去种的西瓜 就是常见的礼品西瓜 你看这只长势非常好 第十二天了 有些西瓜就开始脱殃了 长势非常健壮 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的一些病虫肺 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一批蚯蚓里面 这个杂草有点多了 还得一起拔一下 这个棚里面总计是种了 是4200颗的礼品西瓜 同样每一个种植袋里面 也是栽种两颗西瓜苗 叼慢的时候是两边叼慢 我们都知道西瓜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个病害 是贪疾病 你看我们这个用蚯蚓粪做的无土栽培的西瓜 在第七天的时候看到个别的叶片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那种常见的就是碳疾病 然后当时就用半袋定线菌瘾去喷了一次 到目前为止啊整个这个西瓜的叶片上就没有再看到这个病斑了 刚开始六七天的那个病斑了我们反映啊肯定是那个苗床上带过来的一个病菌感染 因为六七天时间嘛 你灾上苗床上带 所以说呢 采用这个秋云粪做无土栽培啊 基本上你这个病害发生几率啊是非常非常低的 如果我们常规的采用那个土壤栽培这些话 因为刚刚栽上苗床以后你肯定是要那个升温 然后保湿 这样的情况下湿度会增加 湿度增加以后呢 这个更利盈云传播 如果你土壤栽培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病害啊肯定要上来了这个时候 但是用秋云粪做的这个无土栽培 到目前为止啊 就六七天的时候划上了一点 然后到现在为止整个叶片非常干净啊 并且叶片的颜色啊色泽啊都非常漂亮 包括叶片的大小啊 都符合那个正常的非常标准的这个西瓜 它的叶片的生长的一个时期的大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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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